去年娱乐圈最热门的事件 莫过于李小璐和皮几万的演会们 事后他们的澄清声明都解释 说这是在为中国第一部嘻哈电影讨论剧本 大部分网友都不相信 没想到这部电影还真的开拍了 这次的事件可以说是闹得全民皆知的 影响也颇广 不仅李小璐和皮几万事业遭受打击 贾乃亮也不得不转型 甚至曾经参加过中国有嘻哈 要说唱歌手都一度被封杀 可以说是影响了一大票人 如今人们说起他俩就是肩夫淫妇人人喊打 估计是一辈子也洗不白了吧 而那部导致他们出轨的嘻哈电影 早就被网友们一样了 没想到不久前这部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首部嘻哈电影 却真的开拍了 电影是开拍了 男主角却换了人 中国有嘻哈的另一位冠军给周妍 前不久发了微博 趁自己将刚刚电影《爆裂书》唱主演 据了解这部嘻哈电影 由何马影业出品设置 《总梦影业》联合出品 包贝尔指导 周妍和偶像练习生选手 徐胜恩领衔主演 女主未定 不过目前还尚未证实 这是李小璐投资的那部嘻哈电影 如果又参与 确实是对之前夜会门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 不过李小璐微博中说 与皮几万商议筹拍电影 这部电影中却没有皮几万的身影 难免引人深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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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